分享ChatGPT账号的网站被我发现了 这不妥妥的活力疯吗 打开这个一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ChatGPT账号 那么这些账号还能正常的使用吗 我们使用两个账号进行登录测试 完全没有问题 账号都可以正常的登录 为这个站长点赞 有了账号以后你的用法就多了 如果你的网络允许 你可以直接登录ChatGPT的官网进行使用 登录以后你便可以回去到API-K 有了API-K以后便方便多了 你可以怎么用呢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国内镜像站 把API-K进行粘贴 然后进行使用 这样的网站有一个特点 是国内的网络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把API-K设置到iPhone的快捷指令里 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 让你拥有一个更强大的Siri 良心网站兼评论区